大家好,我是韩语老师金龙一 84届韩语能力考试报名,今天开始 那么今天呢,主要是注册个人信息 什么时候需要抢考位 考位是7月18日下午2点 开始,开放考位 那么相信这次考试啊,报名的考生应该不会少的 那么我们进入topic点 neia.cn之后,点击注册个人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注册个人信息需要注意什么 首先一个呢,之前有些考生已经在前面的考试中 已经注册过,那那个呢 你现在要参加考试的话呢,还是要重新注册的 这个呢,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以前注册的今天已经全部清空了 你需要重新注册才可以参加考试 那么进入这个注册信息的页面之后啊,有这样的一些内容 首先一个呢,是姓名,写中文 姓和名 姓名 接下来呢,是写英文 大家注意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成绩单上,也就是说在证书上显示的是英文 没有中文名,那这里呢,请大家用大写 大写的英文,写姓和名 接下来是性别,出生日期 另外呢,下边呢,有一个说明啊 就是关于身份证的啊,这样的一些说明 这个呢,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像我们大部分考试的话呢,会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来参加考试 所以说呢,这里呢,你可以选择 选择这里了 当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选 接下来呢,要写证件号 证件号 然后最下边呢,有登录的密码 这个密码啊,它要求是比较高的啊 是8到20位 8到20位,而且呢,还有什么大小写啊 这样的一些要求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设置密码之后啊 千万不要忘记密码 因为这个呢,会影响到7月18日下午2点钟 你要抢考位的时候,需要登录这个系统 到时候,你如果忘了密码 你登录不上,你还要找回密码 这个时候别人已经报名了 然后你在登录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考位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这个密码啊,千万不要忘啊 如果忘记了,就提前去重色 接下来呢,是联系信息 这一部分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就按照自己的这个个人情况,添就可以了 这里呢,有一个写坐机的 大家也可以写你的手机号 另外报名表的信息 也根据自己的情况,添就可以 最后考试意向调查 大家注意,这个只是意向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选了1 然后我选了北京的考点 但是我在7月18日,我选2 然后选到别的城市的考点 是不是也可以呢 当然可以啊,这个只是意向的调查 这个并不是最终的考试的报名 所以说呢,其实无所谓啊 然后全部添完之后呢 点击这个提交就可以了 那么提交信息之后啊 它会出来我们刚才添的个人信息 那么这个个人信息确认之后 再输入验证码确认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这个初步的输入呢 就结束了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呢 回到首页再重新登录啊 登录之后上传照片 那么登录之后呢 大家在页面的下边看到这样的一个按钮 上传电子照片 上边呢有关于电子照片的一些要求 这个呢,大家看一下 然后根据这个上传 如果不符合这里的要求的话啊 有可能会上传不了 比如说照片的大小 大家好,我试了好几次啊 终于上传了自己的照片 为什么没有上传成功呢 这个一个呢就是它的大小 360到480 这个没有满足 这里啊就主要是两点 一个是你的照片啊 大小不能小于这个 大家注意啊 不能小于这个 不是说比这个小 就是要比这个大 接下来呢 文件的大小呢 还得在200到100K之间 那么我如何做的呢 我是打开了自己的照片 然后用截图啊 截图的工具 截成它的要求 然后上传 那我如果截的这个照片啊 不符合要求的话 就上传不了 那我就重新截啊 那么这个全部上传之后啊 点击下边的确认提交 就可以 确认提交之后呢 还有一个确认上传 确认就可以 那么大家上传照片之后啊 在登录 报名系统 你能看到你的照片在左边 头像啊 照片在左边 然后右边有 你的个人信息的话呢 就可以 然后它在下边呢 可能就会显示第二阶段的报名 还没有开放啊 这样的一个通知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次的这个考点呢 大家可以参考 这个报名系统的这个考点信息 大家点击这个之后啊 你就能看到这里呢 列出来了考点 那么这个呢 大概率呢 应该是 十月份的考试 设考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当然了最终呢 还是要到7月18日下午2点钟 再确认 好 这个是第一阶段报名 谢谢大家